第一个要先唤醒大家对于灾难意识的提升 第二件事情是 如果说知道这样子一个灾难会越来越严重 但是我们要如何能够减少这样子一个灾难的发生 最多的就是往上做恶门 这样子的一个阴影是永远磨灭不掉的 我们也期待能够透过大家一个这样子防灾 意识的提升 彼此互相发挥这份的爱心 带动这个灾民 共同一起来投入的时候 我们会发觉说 他们的灾后创伤症候群 跟那个活力都出来了 所以我们说灾后创伤症候群 最好的一个方式就是让灾民整个的投入志工行列 或者投入整个灾害当地当时的一个救灾工作 这个就是慈记非常特殊的一个人文 所谓的清净在源头 所谓防灾也要在源头 所以我们在防灾的这个层次 进行了相当深远的一个教育的工作 慈记人是怎么在做一个灾害的重建 灾害不是从硬体 而是到人心到整个精神面 我们全面的都在做关心 而慈记因为有法在后面支持在引导 所以今天我们才可以做到 让所有的灾民能够从灾害的第一个时刻 投入了志工的行列 把阴影都抛开 现在联合国乃至于慈记都非常重视 在灾难发生之前 也就是防灾减灾跟被灾的工作 防灾努力做得越多 灾难自然会减少 受到的损伤或者是受到的伤亡的情况 自然会大大的降低 这个就是不管在防灾减灾被灾 乃至于紧急中期长期后续的正在工作 公司部门共同携手同心合作 这个是非常关键的